然后的话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在动手实验室里面 我们看到了 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能做出类了 然后我们这里边是 在构造函数中 我们可以初始化state 这个其实跟我们在整个 普通的react里面 所使用的没什么区别 然后可以使用模板 用大括号包裹 这个其实我们开始也已经在用了 然后通过修改state 通过setstate来修改state 实现我们来实现一个自家数 这个我们原来在react里面做过 我们在这再做一遍 好吧 然后 在这 这个其实0304都在里边了 那么再create就是05了 demo05.js 那05.js里边 我们考一部分这里面的东西出来 对吧 考一部分这里的东西出来 class1我可以留着 class2没啥用 我就 我就那什么了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要改一下 这是05 那么export也是05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做一个 做一个component deedmount 就是在他deedmount的时候 我们在里边 我们因为要让他一直去更新嘛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掉一个setinterval setinterval里边的话呢 正常里边 这应该是一个相应的箭头函数 那么这个箭头函数里边干嘛 他去修改某些东西的cont 那么在这儿我就要 首先先新建一个state 就是this.state等于 然后呢 cont 0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就是myvalue 刚才看到那个模板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叫做 隔壁小王 那么他有了这两个东西以后呢 首先第一个 这个刚才这个 我是隔壁王校长 其实可以变一下 这个地方渲染的就是this. 啊 state.myvalue 对吧 对 那么这个就可以有了 呃 这是因为好像把2删掉了 所以这个这个也不要了 这个没用 好 然后底下呢 这个test呢 我要做成一个 他像跑马表一样的东西 text -text 然后在这儿呢 我现在让他显示 如果this.state.count 如果他等于0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将显示 什么呢 就现在是0 这句话有点废话 但是来讲我们就是要在里面实现这么个逻辑 啊 否则 我们就把谁摆出来啊 把this.state.count 显示出来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 像set.interview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就是this.set.state set.state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会count c-o-u-n-t count 然后this.state 你就是他每次加1 在这儿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你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然后这个会set setinterview 然后setinterview的 等会儿哪个是跟他跟他在一起的 对在这儿 所以这是后面那个 然后他后面要写一个1000毫秒 能理解吧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 他这个应该是 这个做完了以后应该 如果是箭头函数的话 通常来讲应该是可以有this的 但是我们为了保险起电 我有时一般来讲不太不太信任这东西 我会在后面加一个棒的this 理论上箭头函数里边的this 应该是在定义处绑定好的 嗯 我们我们还是做这么一个事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嗨 demo05还没进去呢 好 我们现在先把demo05来拿进来 conc 这是5 这是5 在这个地方 把5拿进来 现在是0 1 2 3 4 这个有点小哈 呃 如果那什么的话呢 我把它也给一个 我他也给 让看上大一点 好 现在这个等整整个就跑下来了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然后底下呢 就有了这个是以外 那我们底下得看看这个 呃 button 我们得要要要要 呃 因为总得有按钮嘛 好 那么我们把刚才这个例子再拿过来 再用一下 在这呢 我们生成一个 在这 Demo 06 06 js 把05 这拿过来 呃 至少上面这些都有 对吧 但是来讲呢 他还要再多一个东西 叫button button 那么有了button以后的话呢 这个要把6改对 6 好 呃 这边6 这边做完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 呃 看一下 我们改一下 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要了 啊 把它改成 呃 Demo 06 然后的话呢 底下呢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cant cant还有用 这隔壁小王没用了 然后cant还有用 cant一会儿用一次加加一用 所以在这底下呢 我们需要一个 这儿有一个叫做cant 输出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放一个this 点 点 state conc 好 那底下这个东西完全改掉 这什么情况 这个呢 就是button button的话呢 那么他首先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title 等于 这个呢 我们就要加一 然后的话呢 呃 还有一个 这个button就相当 inputbox 那个value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相当于unclick 这叫unpress unpress这个东西 等于什么呢 也是跟上面的一样 要写成一个function 所以这个呢 我们写一个叫fn 那么fn呢 呃 fn可以写成这样 也可以写成这样 好 那写成这样以后 就是一个箭头函数嘛 第一是d4.set state 然后后面括号 cant 它跟刚才那个一样 d4.state d4.count 加1 对吧 啊 怎么老写 再不改写分号 另外写分号 所以底下这个unpress 这个就是d4. 正常应该是fn.bong的 对吧 那其实来讲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bong的 它也能work 我们试一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06的吧 返回也是06 那么在这儿 要拿一个06呢 它改成06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好 现在这是demo06 kant是0 然后这有个加1 一点加1 加1 加1 看到吗 这个其实来讲 就是整个 我们看到 这个button也有了 那么其实 你会发现 基本你原来学的 那些技术战 什么这个 这个组件 往那个组件 这一条一样的 只不过是他换了一个东西 他变 他的载体 换成了一个 安卓系统 也就是你调试的时候 不能入浏览器了 然后但是浏览器 其实这个地方 debug这个东西 也都出来了 你也该 该看得见的 都能看得见 OK 这个是 整个的 我们这块 看到的那种 OK 然后键头 键头函数 我们也说了 这个地方正常来讲 我们原来是 如果你这不写 键头函数的话 你这个地方 正常来讲 要点棒的 否则的话 这个dc进去一指 因为它是回掉 它进去一指就瞎了 但这个地方 现在指的时候 它不会瞎 这个dc是有的 因为你在这 用了键头函数 所以键头函数 在这点 还是稍微好一点的 OK 好 那么reactive native的 这个 整个的这块的 上半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把东西搭齐了 然后我们也试着 给大家走了几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会再介绍 几个相应的 这个空件 当然来讲 这空件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你一查 基本都大差不差 都差不多 所以reactive里面 只是它改头换面 换了一批东西 那么你只要知道 这些东西怎么用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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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